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灭门血案 那当时这个刘姓的一个就是这家人 在民国95年的9月8号那一天的时候 他的邻居就经过门口 然后就闻到了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丝臭味 这个味道是从这个一个刘家 刘宅的一个这个门后面 慢慢慢慢地这样传出来 那传出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去找了警察 那警察就找了所将 搞了个半天之后 终于把这个门就这样子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那个丝臭味 简直就好像那种浓雾一般的 这样突然就扑鼻而来这样 后来之后他们在寻了味道的时候 走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浴室 他发现到了里面居然有五具尸体 然后这五具尸体的那种状态呢 跟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些凶杀案件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因为这五个都是小孩子 最大的也不过才十八岁 最小的是八九岁一个小男生 这样 那他们的一个死状十分的凄惨 为什么讲凄惨 因为男生所有人的双手都被绑到后面 然后呢女生的那个 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就是一个长女 手是被绑在前面这样 然后他们是整个人头上都套了一个大的塑胶袋 然后在外面用铁丝这样子缠 就好像我们看到这种像木乃一样 但只是他是用铁丝捆绑 揭开了这个黑色塑胶袋之后 赫兰发现到 原来他每一个人在眼睛鼻子跟嘴巴 全部都用那个大的一个那个带子 就全部把它给盖起来 所以他们是这样自洗死亡的 那在整个拆解过程中的时候 最惨的是那个八九岁那个小孩子 因为可能是因为在 他已经过世 往生了大概两天多了 再上九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天气蛮热的 后来之后呢 就那个小孩子 那个铁丝 整个呢 因为整个这个组织已经腐坏掉了 所以那铁丝是整个是拉到这个地方 几乎像被铁丝切开一样 你也真 那个整个嘴唇会 已经是开口笑到这种程度了这样 男主人叫刘志勤 他的妈妈 女主人叫刘米甄 这两个人呢 有一千多万的一个债务 可是他所欠的都是一些亲朋好友 并没有在跟地下钱庄借钱 所以查个半天之后也查不出来他的动机论 最后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还是个悬案 为什么 因为刘志勤跟林敏珍这对夫妻 到目前为止都下落不明 那我们以这个故事为开端 当时发生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电视台当主管 我就派了一组记者跟一部SNC车 然后从台北就杀到了花莲去 到吉安乡这边做一个采访 会同当地花莲的驻地记者 那个女记者呢 很年轻 她刚刚入行也不过才一年多 然后我就派她去跑这个新闻 在这采访了五天钟的时候 当警方人员开始把遗体一个一个搬出去 画下来所有的标志 踩正之后呢 就拉上了一个封锁线 那拉上封锁线之后 理论上来讲是不应该进去的 可是我们这个女记者 非常非常的尽责 她认为我们应该要还原 所谓的案发现场 所以她就带了那个摄影记者 两个人呢 就进去了这个凶宅 进了那个凶宅之后呢 她慢慢慢慢地 在做整个的所谓现场拍摄 采访完了之后 她就把画面就传回来 她传回来之后 五天后也因为刘姓夫妻下落不明 整个案子呈现了一个胶着状态 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 把这个案子就移交给 花莲驻地的记者 继续去追查 我要把这个台北的记者 跟SNG要调回来 这要调回来的前一天的时候呢 这个女记者还是说 跟她的摄影讲 我们还是再去拍 最后的一些画面 看有什么画面没有扫到 一直把它扫干净这样 她们两个又再进去了一次 进去了一次之后出来 准备打包行李 要回家的时候 我们的作为女记者病倒 就病倒 突然间发高烧 发高烧之后 然后有点意识不清 后来之后就送到了花莲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医院去 去了之后呢 一开始医生找不到任何原因 以为她是重感冒 或者是肺炎什么 结果没想到 居然是风红性组织炎 而且这个风红性组织炎 是毫无任何的事前的症状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情况 就是发现她的小腿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包 很像是蚊子在咬 没想到这个 像蚊子在咬的这么一个小包 居然引发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风红性组织炎 我们这些女记者 就因为这个样子 必须要在医院里面 就留院三天 做青创的一些手术这样 在这三天之后呢 后来这个女记者就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采访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因为她过去没有采访过 这种类似的新闻 是不是有遇到 煞到什么东西 所以她就跟那个 摄影记者讲说 我们那我们再回到 这个留宅 凶宅现场去 做一个祭拜的动作 所以她买了一些香 买了一些那个金子 然后名子这样子 然后就在那边做一个祭拜 然后祭拜完之后呢 就我们那个摄影记者 突然间就回想到 当时他们在采访过程中 在附近晃的时候 在问左右邻居的时候 发现到刘宅的不远处 有一个宫庙 他们想说那干脆 要不要顺便再去拜一拜好了 除了拜这个所谓的 这个凶宅之外 再去那个宫庙走一趟 再去上个香好了 这样 结果两个人就去了 进去了宫庙之后呢 那个宫庙就看到我们这位 女记者跟那个摄影两个人 宫庙就问了那个女记者说 妹妹 你头头有去哪里吗 结果后来我们那个女记者说 没有啊 我没有去哪里啊 没有去哪里啊 她说妹妹 那你没有去哪里 那外面有 问外面有五个小孩有吗 有五个小孩子 在门口外面 在庙门外面这样徘徊 不敢进来 我们这个女记者没有告诉她说 今天她去跑什么圈她干什么 然后那个庙宫就 就知道 而且当时的摄影 摄影记者已经把器材摆到了车上去 他并没有带了三脚架 带了摄影机 背了摄影机进来 照道理来讲的话 庙宫应该不知道她是做什么 结果她一讲完之后 我们这个女生就慌了 她就说那你那边告诉我 那外面那五个长什么样子 结果那个庙宫说 有一个小姐高高的 看起来像十八十九岁 最小的是一个小男生 然后大概八九岁 她这样的一个形容 正好就是这个 刘家灭门血案的 那五个受害的小孩子 这样后来我们那个记者慌掉了 结果她很害怕 之后她就 她就说好 那我们赶快去上香 她就去上香之后 然后她就问那庙宫说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要怎么处理 就那庙宫说她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没法处理 所以她问她说那你要去哪里 她想说她要赶回台北去 所以我们那个庙宫就建议 我们这个记者回来台北之后 再去找一个更大的宫庙 然后请神明去处理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这个女医者就请了几天假 然后在她妈妈的陪同下 到了三重另外一个更大的宫庙 然后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她一进去的时候 也有一个师姐 突然那个师姐就把那个 我们这个女医者手上一抓 抓了就跟她讲说 小姐你脸是很难看 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然后这个师姐就这样子抓完之后 再往那门口外面再看的时候 后来这个师姐 也在跟我们这个女医者讲说 你是在外面惹到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在庙门口外面 有五个人在等着你 而且那五个人的话 其中有一个 她的一个脸色非常不好的 直钉钉的钉了我们那个女记者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 那个女记者已经完全真的崩溃掉了 因为她从她开始生病 一直到回来台北这段时间 她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感情上面 包括工作上面 什么东西完全都不顺 后来之后她就跟我们 那个女记者讲说 那这样好 她请一个师傅来 去跟门口外面的 这五个人聊一聊 后来之后这个师傅就跑到外面去 就看那个这样 在那边这样子自言自语 那个话来话去的这样子完之后 后来这个师傅就回来了 后来之后她跟我们的女记者讲说 她有跟她沟通请她们回去 她应该是在闯进了她们的一个遇害的地方 然后呢 可能在某种磁场上面 可能频率相同 跟着就回来了 跟她在走 但是呢 虽然她已经这五个小孩子回去了 但是我们这个女记者好像这几天运气都不太会好 除非这个案子破 破了之后她有跟这五个小孩子讲说 破完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女记者会去她的那个 凶宅的外面再去烧一支箱 等于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完全化解掉 后来就这样子 大家都认为结束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我们第一台在拍这个胸外现场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所有的拍带穿片裤 这个拍带之后我们就交给了楼上的解决师 那这个解决师呢 就把这些拍带 一支一支地要存进去那个片裤里面设档 就那一天在整个余交给解决师之后呢 我们晚上大概七点三十五分 我记得七点三十五分 我刚开完会 我还坐到我的座位上面 然后再看着看着电视 我就听到楼上 就听到我们那个解决师呢 就在上面突然间尖叫 一个男生喔 一个男生居然会尖叫到那种跟杀猪一样这样子 然后叫得很大声 然后脸色慌张的从楼上就跑下来 跑下来之后直接跑到我的 跑到我面前他跟我讲 长官我跟你讲 你要我去存这些袋子 我打死我也不会再存 我说为什么 然后因为有鬼 我们这个解决师在存记者进去凶宅里面 去拍摄那些没有用的画面的时候 真准备要存在play的时候呢 解决师我大喊非常小 结果居然就从天花板那边 就听到了小男生小女生 就那五个遇害 145那种遇害的小朋友的声音 他们喊不要杀我 救命啊救命啊这样子 然后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解决师崩溃 连滚带爬爬出来 那他解决师跟我讲 如果长官你不信的话 那你要不要自己去存一下看看好了 我才不要我干嘛要存那个袋子 所以后来之后我就跟那个解决师讲 你就把所有的拍带去拿一个纸箱来 把那个纸箱把它全部放进去 我们就不再存档 校成 后来是他们的爸妈自己杀的 对不对 警方推测可能是他父母亲所为 那这个父母亲呢 警方在调那个监视录影器的时候 发现到 爸爸跟妈妈分别在那个超市 有买像类似那种铁丝 对 然后那个胶带 这新闻都有拍到 还有包括塑胶带 可是那是案发之前的事情 案发之前 案发之后他们就蒸发了 有民众在台东 有看到他 台东有两次摄影机 有看到 有看到 其实人怎么会这么狠啊 会像对自己的孩子 不能理解 所以小孩子才会在那个警戒室哭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名嘴张友华 带来台南著名的鬼报恩传奇 故事有多精彩 让他来告诉你 那民国68年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有一对毒贩夫妻 毒贩的夫妻 不知道怎么搞的 喂那个小孩 喂奶的时候 这个小孩突然生亡 小孩真的突然生亡 请检察官 剖施厌施 完了以后 再发还给家属 准备安葬 就是说 这个小孩死的那一天 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 台南市真二队 好 真二队的某位队长 那个人应该姓施吧 那名字我已经忘了 姓施 真二队的队长 他晚上呢 值班 值班就是睡到三楼那边 一个小铺子上面 因为他那个值班 他在那边睡觉 睡觉的时候 他就一直听到婴儿提哭声 婴儿就在他耳边提哭 他以为是闻着叫 但是他真正听到的是婴儿的哭声 他就不在意 就那个根本不管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里 他休息的时候 又听到婴儿的提哭声 况且婴儿的提哭声 是磨音穿脑 让他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那他就跑到 第三天他跑到台南最大一间音庙 这一家音庙的庙柱 跟这个队长 两个是好朋友 结果他去看那个庙柱 那个庙柱一看了以后 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先不要进来 他说我们两个是朋友 像他从前进那个什么 音庙那些 都是喝茶聊天等等 那他是跟他讲 说那你不要进来 庙柱说那你不要进来 他说你再隔五分钟进来 隔了五分钟进来的时候 他们泡茶聊天 那个庙柱说我们下盘围棋 然后突然庙柱跟他讲话 他根本听不懂 庙柱在那个讲些什么 然后庙柱讲完了以后 棋也下完了 他就跟那个队长讲了一句话 这样子这些浮水 还有这些东西 你今天晚上通通拿回去 你非要栽戒沐浴 非要栽戒沐浴 然后第二个 你今天一天不要吃东西 明天再来 他就觉得非常奇怪 就又到了晚上 婴儿的哭声 虽然他听得到 但是声音 就是说声音没有像前面 那么的强烈 好 浮水也喝了 声音也听到了 他又一约 栽戒沐浴 他也没有吃东西 第二天差不多早上 八点钟不到 他又到那家音庙去 那个音庙那个庙柱跟他讲 他说第一个 你旁边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第二个 昨天他帮这位师队长问 说你到底有什么冤屈 他始终不肯讲 然后他说 他说第三个 他希望你去破这个案子 他说他希望你去破这个案子 那个队长一听 他说不对啊 如果是有案子的话 他们刑警大队 一定会掌握讯息吗 结果他就去问 结果都说没有小孩的事故 他就讲说 好 既然没有小孩的事故 他就电话打到医院 一家一家地问 电话都打到医院 也是一家一家地问 他说也没有这些事 那他说奇怪 这个婴儿哭声从什么来外 所以他电话就打给了台南地检署 他打给了台南地检署的时候 检察官说有 我最近在验一个尸体 就小孩三岁的 他说大概是有两个 两个都不约儿童的发生 这些事情 他说整个报上来大概只有两个 因为那是管区报 那管区报 那个不是凶杂案 是属于自然死亡或者正常死亡 好 那检察官说 那我两个地址给你 他就地址去了那个什么 第一家 第一家看那个没有什么 第一家那是南海 好 南海呢就是 大概是调皮导弹 大概调皮导弹 从那个台上这样子摔下来 被重物压死 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第二家的时候 铺了个空 他就按那个门铃 这家也在办那个商事 他就铺了一个空 然后他就想好像有点不对 那这家既然不在家 他明天再来 然后他又回到银庙那个地方 他就跟他讲 他说那个小孩 已经跟你跟了三天 你心里也要做好准备了 他说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然后那个庙柱就是掐指 帮他算一算 然后问他 他说那你太太年龄多大 他就跟他讲了 他说好 他说这样子 你今天晚上呢 你不要回家 你就住在这边 就要暗示性的催眠 让他那个什么 沉浸下来 那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但是他 他能够听到庙柱讲话 结果庙柱就跟他讲 他第一个 前世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然后第二个 他说今世呢 他也活不了多久 然后他还想续这个缘 那续这个缘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那庙柱他就跟他讲 他说给你一个线索 他说你就到中正路底 去问问看 问问看 最近那边是做了些什么事 结果是那个运河 各位知道台南这运河 现在非常漂亮 也可以乘船 当时候是走那个竹筏 他在运河边根本问不到什么 然后一直顺着运河走走走 最后他一看到岸上 有那个防风林后面的墓地前面 有人在什么 在做伤事 他就想 他就上岸看嘛 反正成那个 成那个竹筏 他上岸了以后 就到那家商事那边去看 第一个 他看到了小女孩 小小的一张照片 第二个 他看到他父母神态有点不对 所谓神态有点不对呢 就是说 来这个地方的 还有依照台南的习俗 依照台南的习俗是 父母不帮儿女办商事 而是由亲戚来办 怎么会是他父母来办 好 第三个他看到那个棺木 棺木倒是不错了 定做得不错 他就看一看 然后他认为这个棺木 大概是有点问题 结果呢 他回去跟他们的 就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去报告 就是刑警队的队长报告 他自己本身侦二队的 刑警队又问 然后晚上他们开始埋胡 就是认为说 这一次办商事应该是很有问题 结果很有问题呢 他们就去埋胡 结果到了晚上果然看到 这个运河边就开那个什么 小竹筏 那个时候的竹筏 是后面有一个小马达的 会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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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就开到安平港外 结果什么 用东西去勾 勾什么 那个叫毒品 毒品 就是一小包一小包 从菲律宾上来的那个毒品 那毒品呢 它勾上岸以后呢 就运到哪边 就运到那个小女孩那边去 运到了那个小女孩的灵堂那边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 那个是毒品 他们根本不晓得 好 那放在哪边 各位大概没有想过 它这个棺材是有夹成的 那个小女孩在上面 下面都是冰块 还有用油包包的毒品 就是放在那边 就是打开放进去 打开放进去 大概好 大概有两公斤半 大概有两公斤半 但是它勾上来的东西 那个时候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 所以就这样子 埋伏了将近 将近差不多一个礼拜 确定了 确定它冲进去逮人 那确定冲进去逮人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 小女孩是自来死亡 第二个 检察官也开了证书 然后第三个 你凭什么指证说 这个棺木下面有鬼 结果呢 这个真二队长 去开这个棺木的时候 他自己吓得是浑身冷汗 为什么浑身冷汗呢 第一个 这个小女孩 的确是梦中见过的人 第二个 突然对她笑了一下 结果呢 她把小女孩的尸体 把它弄了出来 去伸手 就是摸 摸那个棺盖的话 那上面就有 就湿湿的 不是了 就冰冰的 木头怎么可能会有冰 她一摸 她就知道下面呢 有夹成 把夹成那个 两公斤半的海洛因 把它破获 长毒 她就用小孩的尸体来运毒 事情过了没有 没有过 事情为什么没有过呢 她以为这个案子破了 她就到台南市的城隍庙 她去上香拜拜 说谢谢你让我破这个案 我也能够继功 结果拜完了 她也把庙里的福 带在身上 她回家 当天晚上 这个小女孩 就来找她了 小女孩 那个什么 找她的时候 就是一直对她笑啊 怎么样啊 她就感觉到非常纳闷 她说我已经案子 帮你破掉了 你父母亲 我也送到法院去了 这个毒品呢 也没收了 你也谢谢我了 我也拜了 你还要怎么样 那弄的没有办法 结果呢 她又去找音庙的那个庙柱 音庙的庙柱 她就是直截了当跟她讲 她说这样子 这个事情 我没办法处理 你到什么 武飞庙去 各位知道武飞庙 台南市体育场 台园总场的旁边那条 就是武飞庙 那武飞庙她也去拜了 拜完的时候 那武飞庙的一个人出来 跟她讲了一句话 她就讲 她说那你今天你来拜 她说这个是郑王府 就是武飞嘛 郑王府的庙 她说这样子 你能不能去就是法华寺 法华寺 就是台南的法华寺 那你去找一个和尚 帮他超渡 结果超渡完的当天晚上 那个超渡完烧金子 然后那个撒那个香灰 结果香灰上面是说 就那个写一个结 就是结果的结 一个结 然后那个超渡的和尚一看 她说那我是和尚 她说这个话呢我不能讲 她说那你太太多大 她就跟她讲说她太太多大 她说这样子好了 等你太太怀孕了以后 小孩生下来那一天 你一定要来找我 刚刚好她太太 过了没多久她怀孕 生下来的那一天 生下来的那一天 因为那你超渡完的时候 她会给你一个福子 她说你以后拿着福子来找我 她就去见那个和尚 那个和尚说恭喜你 她说这个就是小女孩来报你的恩 对不对 转世投胎来的 她说希望你好好的去对待这个小女孩 结果呢她太太的生产 跟小女孩的继遇 同一天 同一天 那而后呢 这一对夫妻呢 就对这个小女孩很好 这个小女孩毕业了 大学毕业 然后研究所毕业 那回来的时候 她又到法华市去找 那个和尚已经不在 她的徒弟跟她讲了一句话 她说啊 你来这个人世啊 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父母亲对你那么好 你要不要想想 要不要为大家做点事 所以她就出来选民意代表 结果还高票当选 我跟你讲 当她高票当选的那一天 各位晓不晓得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整个台南市 那你可以查 她是27岁还是28岁 当选的民意代表 结果台南市那天下的那个雨 是酸红的 酸红啊 酸红的雨 酸红的雨呢 那她爸爸一看 大概心里有数了 心里有数 结果 结果呢 这一位民意代表 跟着她爸爸两个 就到了现在 过了秋冒园 那个小孩子埋葬的地方 去拜拜 去那个 去那个拜拜 原来这个小孩子说 我要当你的女儿 我前世啊 我做不了你的太太 我也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我今世一定要当女儿 拜完了以后 果然她们这一家平平安安 然后这位小女孩 大概今年33岁还是34岁 很可能要选立法委员 在2016要选立法委员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鬼报恩的故事 好 谢谢 谢谢张大哥 鬼王亲尾 泰国之籍 幽魂娜娜 恐怖的压迫感 绝对让你赞占心惊 我上次录完影之后 就是鬼故事比赛之后 那电视台打电话给我 就说 他们那个新闻部 有一个节目叫做 X档案 那想要拍鬼故事 但是因为新闻部 他一定有一些尺度 但是他是希望说 能跟我一起去泰国 当地的旅行社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就介绍一个 当地地的人 那跟你讲解一些 鬼的故事 那你觉得哪个题材可以拍 那一碰面 那个泰国 他也是华裔的 他就说 这个一定要拍 有一个题材非常的好 你知道在我们泰国 小朋友不乖啊 不是讲说 你不乖 找警察抓你 我不是讲这句 是说 你不乖的话 我就找Nana抓你 我说Nana Nana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幽魂Nana 这部片子还得到亚太影展 那这个片子 就是幽魂Nana Nana是真有其人 因为这个故事 已经被翻拍二十几次了 最近农历七月 在台湾一会上片 好像鬼气的样子 那我说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呢 他说这个故事是说 有一个人叫Nana 他的先生叫Michael 然后这个Michael呢 被针调到南洋去当兵了 然后呢在去当兵之前 Nana怀孕了 结果呢 Michael打仗回来之后 没有想到这个孩子 当然在他这个 当兵回来之前 孩子就已经生下来了 结果很不小心的难产 其实Nana已经死了 所以Michael回来之后 是应该看不到Nana的 可是Nana太思念他的先生了 所以在每天晚上 就从坟墓里面爬出来 跟Michael温存 那Michael当然还是觉得 我还拥有我的老婆 拥有我的小孩 可是街坊邻居发现了 而且晚上灯我通明 嘻嘻笑笑 白天就跑去跟那个Michael讲说 我跟你讲 那个不是真的太太 那是鬼 恐怖的是 只要跟Michael开口讲话的人 都有事 然后后来呢这个事情 邻居 有一个邻居他是高僧 他还是告诉Michael讲 你要相信我 那那个Michael说怎么可能 他说不然这样子 你就在天快亮的时候 把棉被掀开 你看看你躺在旁边的是谁 结果Michael有一天晚上 就把天快亮的时候 把棉被一掀开 他太太的脸 可是下半身 全部是骷髅 然后呢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Michael当然吓到了嘛 那这个高僧帮忙了这个Michael 收服了 他是很忍痛的 把他太太收服了 怎么收服呢 就把他头骨这块的额头骨 拆一块骨下来 因为这是天灵盖嘛 拆下来之后 当然这个NaNa被收服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因为这个高僧把这个额骨 拆做成他的腰带 后来这个腰带不见了 这高僧死了 可是那NaNa的尸骨 到现在都没有烂掉 讲到这边我就问那个当地人说 可是我们这是新闻部 要去拍画面 你要有画面 听起来像神话故事 他说秦伟大哥 这不是神话故事耶 你现在在泰国还有这间庙耶 这个就是NaNa的本人 她到现在 这个不是一个雕像喔 这是她的尸体 没有烂掉 那她头发是假发 有人固定会去换她的假发 那你说怎么会变成一间庙 这个庙的结构是这样 它前面是个台子 人是走不上去的 你帮我看一下 她的那个天灵盖 有没有扫一块 所以她带了一个假发嘛 固定带了一个假发嘛 她假发会定期换的 那这边旁边放的衣服 就是NaNa 有人会帮她换衣服 上面是NaNa的样子 她本来非常的漂亮 本人非常漂亮 那这个庙是做什么用的呢 根据泰国人的当地人讲解 就是说这个庙 第一个 因为她是很坚真爱情的人 所以如果你的老公遇到了外遇 可以去求她 第二个呢 求子 因为她为了小孩自己难产 第三个 有人到旁边那个大树去摸摸一摸树 树上面会符号嘛 有人因为这样子 三四个人中到了乐透头子 那我们想说 这个庙太棒了 我们当然要去拍啊 就跟了外景小组去拍了 去拍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新闻部的机器跟製作人在拍嘛 然后前面是那个 当地的那个地方的人嘛 那这边是我们的导游 我坐在后面嘛 开开开开开 结果那个泰国人就自己讲话 她说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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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新闻部的那个制作人 太敬业了 马上跟那个大哥讲说 如果有看到什么 请你们手机相机 顺便拍一下 他这本质学能这样子 那我也不懂啊 好 就继续走 走走走 一直绕一直绕 绕不出来那个地方 结果我们 本来他是说 从饭店到那个点 大概只要半小时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 半夜一点了 到不了 结果那个 当地的那个地陪说 等一下 我们到路边 他把他身上佛牌拿出来 然后马上点箱 拜拜 说 娜娜姐啊 我们真的只是想拍拍东西而已 如果得罪的话 请你抱歉 拜完拜之后 一上车 没有想到那个 当地那个地陪 他不在 这刚刚是想 滑 那哪里嘛 然后一开车说 皮 皮 皮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很皮 那个面又撒一地了 我们就没办法拍嘛 我跟他说 不然这样子 你叫那个泰国人坐旁边 你才开好了 因为你知道路嘛 就一开 没有想到五分钟就到了 原来就在旁边而已 我们在原地一直绕 一直绕 好 到了现场我们要做什么 当然拍照嘛 你看 这是原来地陪提供我们的照片 我们当时包括我 包括我的助理 包括摄影师 所有人相机只要一拍 画面整个黑掉 我们是智慧型手机嘛 还有一个人一拍 彩色晕开 我现在讲这个画面 其实在友台的新闻台 已经播出了 然后呢 机器一拍 一拍就跳机 一拍就跳机 然后呢 带我们去那个泰国人 马上到旁边开始吐了 一直呕吐 一直呕吐 那我说 那怎么拍 那个当地的导游说 不然叫那个地陪先闪 一闪 我们拍了 我们拍到什么呢 我再次强调 这个照片拍到什么 我也不能理解 只是有点匪夷所思 我们拍到是这个画面 你看 一樣 都是NANA 可是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 感觉这是头 这是身体 这是手 但请注意 我刚刚讲这个地理环境 这个是一个平面 人上不去的 为什么这边会占一个人 身体 手那么清楚 后来我问当地他们是说 其实有一些 因为小三自杀的妇女 灵魂会回来 然后好 那我刚刚说 我就问那个地陪说 到底刚刚那个 因为我回到饭店了嘛 回到饭店之后 那个导游跟我说 秦大哥不好意思 那个地陪可能只能陪到今天 后面几天都不能来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已经上吐下泄 不能参加了 我说他到底刚刚讲了什么 我记得他讲滑滑滑 那打地 还有讲皮皮皮 他说他讲泰国话 我说滑是什么 滑就是头发 滑 滑 我说他开车看到头发 对 那那打地呢 那打就是脸 地就是漂亮 好 像我们讲 衣服 地就是好嘛 就是脸很漂亮的 有头发的在车上 镜子上面 我说那皮呢 皮是什么 他说 我说 可是我们机器没有拍到 他说秦大哥 你们制作人叫我用手机拍 我有拍到一个东西 你要看嘛 这个是车子的车檐 这是挡风玻璃 请注意看这里 有看一个东西对不对 我说我们看不出来 他说秦大哥 这是正面 你要不要倒过来看 我倒 我试着倒过来看 什么啦 眼睛 不要笑我 鼻子 嘴巴 頭髮 手 我被你吓死 请注意 这是在车玻璃上面拍到的 所以你 观众朋友 你去想那个画面 那个泰国人看到什么 他先看到滑 头发滑下来 然后脸在镜头 在玻璃上面 所以他想滑 那到底 皮 事情是这样 哇 我拍到 我们第一天 就遇到这个东西 我都怎么录 我们还是要去见白龙王 我觉得 为什么很多人说白龙王 这个非常远近迟迷迷 我一去 因为我挂号是挂号一号 因为跟白龙王 已经很熟很熟 因为已经是他的弟子了 那去了第一件事情 他就问我说 他拿那个佛城 说 你今天这次有什么任务 我说 施工施工 因为这次我们跟新闻部来 所想要拍一些 比较特殊的画面 拍到了吧 我说 有 但是还要继续拍 他说 你这次 会遇到三件事情 我说 哪三件 第一件 你们想拍的 都会拍到 白天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们团里面 我说是带 他说 他讲了一句诗 他说 无心插柳柳成印 有心在花 他当然要发 我就问旁边那个师兄 什么意思 他说 想要专心拍 不小心碰鬼都碰到鬼 你要专心拍鬼 你还碰不到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第三件事情 你回去有好事情 我说好事是什么 你会连开两个电视节目 我说我开 对 制作跟主持 他刚刚不是说 你白天就会遇到 是白天拍的 白龙王庙 这个是我 对不对 但是请看我手遮住的这一块 这是什么呢 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团圆 我跟大家保证 这张钞片绝对没有合成 请看这边是红色 到这边竟然变绿色 还有 你觉得他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到现在还不能离 好 那我那时候一心一念 只想一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 我能不能赶快 赶快离开 我们就回国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最后就回国了 我们到机场了 到机场的时候 那我是买商务商 我们商务商不是有VIP 可以休息吗 位置都满的 有个空位没有人坐 我觉得很奇怪 就想要过去坐 结果那个地培说 请阿哥 不要坐那位置啊 我说为什么 真的不能坐那位置啊 我说为什么 你要想知道吗 那我把影片给你 你回台湾再讲好了 因为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苏凡纳布机场嘛 苏凡纳布机场 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机场盖了40年 为什么盖40年盖不成 因为它是坟场改建的 当时盖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 当地的地培被上升 叫明爷嘛 然后拍的时候呢 有两个工人 甚至撞到电线杆死掉 然后路程拍得非常不顺 你看 当时有90位高僧做加持 那拍到什么呢 他说 只要坐那个位置的人 他喝的咖啡 永远煮不熟 咖啡里面 会喝到海苔跟海带 而且坐的那个位置 永远冷气最冷 我说为什么 他说 請阿哥 请你回去看 因为这个画面 我们自己人看的都害怕 他们是V8拍到的 拍到什么呢 这个是V8拍到的嘛 他是拍到一只狗 但是你注意看 你看 这是咖啡的那个地方 有头发嘛 有看到一个人 头发吗 手吗 脚 有没有看到 头发 手 脚 我这是立体的 他的画面是怎么样 他的画面是这样 他画面是这样 最重要配合 这是放咖啡壶嘛 我看到是动态的V8 他是这样 因为人在合咖啡 他就这样爬… 爬到天花板上面 爬… 头发 沾咖啡嘛 然后对人推气 我的妈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记得 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叫 鬼机No.8 他就是讲说 因为有一个 在飞机上面呢 他仰药自尽了 然后但没有 并没有死 并没有死之后 那个机员发现 就跟机长讲说 你可不可以把他折返回来 不行… 他坚持飞到圆的基地 飞到基地之后呢 然后那个已经烟烟一洗了嘛 就把他送到VIP室 只倒了一杯咖啡给他 等急救 请急救 他们就外面去找那个急救团队嘛 回来的时候 他就在上面那个角落 那讲到这里我就觉得说 哇塞 那整个事情都很震撼 还没完 好怕 因为好像时间到了 但是我可以把它讲完吗 好 可以 把它讲完 你看我手已经被他捏到 打血管都不用用 我刚刚读说 白龙王讲三件事情 我觉得很冷 第一件事情一定会拍到嘛 第一件事情她说 我刚刚已经遮住了 多力为什么要再讲一遍呢 我刚刚漏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她说 我不知道什么好朋友嘛 那我们是4月20号 到24号的旅游 我在4月22号接到简讯 台湾人简讯说 我有一个粉丝 那她的告别式是 公计是在28号 28号那天我跟王彩华 有做了一个桃园的公益活动 我根本没想去啊 因为我们的公益活动 是9点开始在桃园 她的功绩是在苗栗 来不及的 一定来不及的 结果呢 这个粉丝其实长得很漂亮 她的外号叫傻妹 然后呢 我认识她7年 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一直到3年前她就跟我说 她本来要结婚了 我要帮她去主持嘛 她说她不要结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得了癌症 那3年前我就跟她见了面 在台中的 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医院 见她的时候已经变这样了 就是跟她合照 然后那时候已经化疗了 化疗之后 那我记得她讲了一句 到我到现在都很 刻骨骨心的话 她说其大哥 如果有一天 我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在那边开玩笑 你一定会好的 后来的确有好转 因为这是我们后援会 我个人后援会办的活动 她在这里了 你看她头发已经长出来 就是变得比较开心了 可是 我觉得她竟然选择了 选择了在 我去泰国这段时间过世了 然后呢 公寄时间又是在我办活动的时候 我怎么去呢 来不及 结果我就想说 那我PO篇文章 我的心情PO在脸书上面 算是个忌文嘛 好 PO脸书发生 我PO脸书 我PO了十次都PO不上去 照片PO了十张也PO不上去 可是网友通通看到 这是 如果我怕我口说无评 我把当天的那个 脸书的交谈都留下来了 她说 你现在照片留言 你没有看到吗 你PO了十几次了 这是网友问我的 我说根本没照片 我怎么办 她说 因为我在你相本看到了 那我说 她竟然现在 在我的朋友线上 你知道脸书上面 有朋友可以交谈吗 她说 她排第四个 你自己看 我拍下来了 她往生了怎么上线 第四个 傻妹 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我太敏感 会不会是她家人 用她的帐号上网 然后 第二天我就打电话 因为我是 我是26号PO的 27号 打电话给她弟弟 我说 大弟 大弟啊 你姐姐 昨天 我为什么帐户会上网上线 你有上线她说 我其他哥是这样 我姐往生之前说 她很想看到你 那 她说 前面 第七天才会火化 这七天 我们都做了一件事情 我说做了什么 我们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都会把她的手机 充满电 放在灵堂上面 让她使用 你昨天几点上线的 我说十一点四十 就是她说 她们在灵堂首页的时候 十一点多的时候 手机就开始响起来 就会有动作 有动作 有动作 好 可是我说我真的赶不到 她说 不然你跟制作单位讲 就那么悬 王采华 刚好时间会延连一个小时 就我变成 我可以去参加工绩了 然后我就 第一时间走进去 跟她 就是见到她本人 然后再出来 我就感触很深 我就跟我助理说 今天去泰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 在回来的路上 我的手机简讯收到了 我真的开了两个节目 一个就是 一个谈话节目 一个旅游节目 竟然跟白龙王讲的三个 通通实现 这是为了证明我讲的是真的 这是节目的 那个定妆罩 通通完成了 你就直接留在魏明哲宝座 因为我们四个女生 到最后也已经放空了 不是 她今天有备而来 所以她下次应该 没有东西要讲了 不用再来了 暂且不用再来 这个不用再来 胡孝晨也不用再来 张友华也不用再来 对吧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一定要做善事 半夜敲门心目睛 谢谢各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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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